地裡面 到現在為止 都我跟他從不認識 議會殿堂台南市長 賴清跟市議員爆發 激烈口角大罵可恥氣壞了 針對補教狼屍案件 破口大罵 林全這樣子的愛 叫不叫狼屍般的愛 這個做小山的朋友 運氣特別好 一連飆了好幾句 可恥和羞恥 賴清德罕見動怒 因為市議員質疑政壇 可能也有狼屍 拿了行政院長林全當例子 取得第二任小十九歲嫩妻 曾經是他的學生 市議會吵得不可開交 近晚才女作家案件 警方成立專案小組 檢調也分案調查 但偵辦進度陷入膠著 陳國欽被地檢署約談 事後也透過律師發出聲明 坦承婚外情交往兩個月 但撇清失聲鏈 由於才女作家遺書沒有提到 陳國欣檢調缺乏直接證據 陳國欣說法檢調存疑 必須進一步求證家屬 但從四月底案發至今 才女作家爸媽只透過出版社 或是用LINE罰出聲明 檢調儘管透過各種管道 都聯絡不上傷頭腦筋 由於兩人相戀距離現在八到九年 檢調認為才女作家生前的手機 筆電日記等遺物是關鍵證據 但至今無法取得家屬同意偵辦使用 期待家屬能倒數說明 並提供相關事證以釐清案情 由於目前網路上各種猜疑 傳的會聲會影 想參選下屆市長的立委 以及尋求連任的市議員 一個個跳出來藉機撥擺面 檢調喊話才女作家父母 快出面釐清案情 記者劉明偉 SNU小組台南報導